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在即 中联部副部长王亚军4月24日下午在民心相通风论坛媒体吹风会上表示 物理上的相通延伸到哪里 民心相通就跟进到哪里 我们民心相通的工作和五大方向和我们六郎六路多国多港这样的建设 布局应该也是相伴而行的 所以可以用一句话来讲 我们物理上的互联互通延伸到哪里 我们的民心相通就跟进到哪里 王亚军表示 过去五年多来 一带一路建设在民心相通方面取得广泛成果 一是确立了民心相通工作的总体框架 二是明确了民心相通的重点方向 三是搭建起一批交流网络和工作平台 今年的民心相通风论坛吸引了包括五大洲的61个国家 一百三十多位外兵参加 那么这其中啊 包括外国的政党 政府领导人 国际机构 社会组织 媒体 智库 企业负责人 和普通民众等各界的人士 那么其中啊 我们部纪以上的外宾就有七十多人 那么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也有十几位 应该说充分显示了民心相通风论坛的广泛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据悉 本届民心相通风论坛主题 包括共挫民心相通 共化民生合作 共创美好生活 文亚军表示 要继续推出民生合作项目 给有关国家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第二届的论坛还要继续推出一大批务实的民生合作的项目 我们还持续实施丝绸之路 奖学金计划 青年汉学家的研修计划等教育培训合作 消除文化交流的障碍 应该说这些项目给有关国家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增进了同中国人民的友好的感情